今天很想说一句话 台湾人求求你们 你们不要这么好行吗 真的求求了台湾人 你们为什么到处去 剥洒你们的善良 我今天跟大家郑重聊一下 我这段时间为什么挺更的原因 我其实从土耳其 回于中国大陆已经有一段时间了 因为这个消息呢 我一直在隐瞒 也不是隐瞒吗 我不想把我的不快乐分享给大家 我在土耳其的时候呢 3号接到我们家人信息 我妈突然病重了 得了是急性骨髓白血病 然后我本来我是买6号 飞那个哪呢 飞美国的机票 我本来还是在土耳其 跟几个中国大陆的朋友 还有几个外国朋友 一块吃饭庆祝 我先想说到了美国之后 接下来应该怎么玩 毕竟我在土耳其 已经待了两个月了嘛 突然接受到我妈 得白血病那个信息 那瞬间真的很难受 一路上再回忆跟我妈的重重过吧 真的很难过很难过 几乎那个时候 就每天睡两个小时 中央中转坐飞机 到韩国再回到中国大陆的时候 还是就是各种睡不着 就那一瞬间觉得自己 为什么这么倒霉 明明马上可以去美国去玩去了 然后没有想到 妈妈会病毒这么严重 而且 那个时候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就是在我人生里边 我不能接受到 我父母离开这个世界 就是我一认为我是个孩子 所以到达北京之后呢 我父母 我妈妈是 第三天来到北京的 他们就让我在北京住了一天 我就 在北京住了一天 然后等他们过来的 过来之后 我们没有想到啊 在中国大陆治病的话 我们的花费 费用预计 折合人民币的话 得在170多吧 而且这个不能保证 能不能治好 所以我就 在网络上 我很多的 白血病的病友们 他们就过人建议说 你发起一个筹款吧 之后我就在大陆一些 社交平台上 比如微信了 一些抖音了 就发布了一些这些 没有想到的事发生了 就是曾经的我一些学生 曾经的我的一些同事 然后曾经的一些朋友 陆续的给我捐款 还有往平台上打钱的 但是昨天晚上发生了一件 特别让我意外的事 有一个台湾人 我前段时间要在他那 办理台湾的签证 但是因为中原也没有办成 就是在他的办理签证的话 这个人民币是九千块钱 最终没有办成 没有办成 没有想到 昨天晚上他给我发信息 他说 我在平台上看到你们家 最近好像是因为资金的 也有些困难 我看我这里能不能帮到你 我就 我说谢谢 他就没有想到 就直接给我转了了 一大笔巨款 你知道吗 我也不知道钱收有多少 我就觉得 这个为什么台湾人 对我这个陌生人 就超级超级好 这个是我完全没有想到的 当这个台湾人把这笔巨款 给我转完之后 我昨天晚上一个晚上没有睡着 我就是认为我们萍水相逢 我也没在他们那办理东西 我也没在他们那树里什么东西 他对我这个大陆人捐这么多 而且 因为这段时间 我们家陆续把我们家的房产了 我们家车了 陆续都卖了 因为 为了治病嘛 我们总不可能说 自己的车不卖 然后通过别人的施舍去 搞这个 当然那个车 那个钱也是杯水车薪 我就没有想到这个台湾人 他对我们这个大陆人 我们就是萍水相逢 根本就不认识 只是在那个 那个那个软件聊天上聊过几次 没有想到就对我这个人 太好太好了 所以我昨天晚上一晚上没有睡着 我觉得 可能是以小人之心 夺君子之父吧 我就觉得 太感动了 然后今天早上 我就把这个信息 发到我的社交媒体上 我觉得 哎 遇到这么多人 我发现这个事情上 还是好人多 还是台湾人 在保持善良这一块 做的真的是 让我很感动 也很意外吧 然后这个台湾人 还跟我说 他说 如果你那里还有需要的话 我可以尽我最大努力 去跟台湾人 多发一些信息 然后在这里帮助你 我觉得 他为什么对我这个 陌生人这么好 我把这个事 跟我妈说了之后 我妈真的是 跟我一样 同样很感动 也很意外 我真的很想用意外 这个词 还有一个高雄的朋友 高雄朋友呢 其实我俩在 那个 政治上了 在什么上了 就是有可能 有略微的不同 他是喜欢 就是那种 陈其迈了 就是那些政治 政治那些明星 但是 当他得知我妈 生病 生重病的时候 第一个给我开讯息 然后他用台湾话 跟我问我妈就说 阿姨你们呢 怎么样了 一定要注意身体 然后什么不要吃 就虽然我妈 不会说国语普通话 但是我妈都能感受到 她对我们大陆人的 善意 我觉得 所以这几天 这些人真的让我 就是很意外 其实再加上这段时间 我相信很多人知道 因为疫情这三年 全世界人民 大家收入都没有太多 我身边其实我朋友 很多人过我转钱的时候 我内心其实挣扎了很久 因为这几年大家过都挺不容易的 都很惨 我也不希望因为大家给我转过来的钱之后 他生活变得拮据了 所以心情真的很复杂很复杂 哎呀 没化妆啊 买点东西 缓解一下心情 需要帮忙吗 这边就是中国大陆这边医院里边的环境 停车场 每天都要经过这个无障碍通道 每天都要看到这个小亭子 对面就是我妈住的医院 我妈在十层 一二三四五六里边超级超级热 我现在要接我妈 我们要去做CT去 现在中国大陆医院里边还是要求 全部戴口罩 这边是我们交费的地方 然后回到中国大陆北京这边医院呢 还有个最大感受就是 我觉得台湾人一定要保护好你们的医院 保护好你的医生 保护好你的护士 为什么这样说呢 我来到这儿你知道吗 其实中国大陆每个病人家属 其实对待那些医生了 对待护士了 我们更多的像一个孙子 因为我们的命在别人的手上 所以我们态度很谨慎 很谨小顺微 但是有时候怎么说呢 我们不是专业医生 所以我们肯定有很多不懂的地方 但是他们同样的体积力多了 是吧 他们对我们的态度真的是 不太友善 我看到很多患者就说 哎呀为什么这边有人说话这么难听 哎呀为什么这医生说话这么难听 但是在中国大陆 他们统一的结果就是说 他们每天看病那么多 肯定会累啊 然后台湾人那么少 台湾医生肯定不会啊 我觉得就是说 当你做这份工作的时候 你的医德在哪里 我觉得没有 真的没有几个人能向台湾做这么好 我记得有一次在台湾医院呢 去发烧感冒 我忘记那次干什么东西了 那个故事就 一次次轻声去问我 你好一些了吗 然后 呃你怎么样了 就是一直这样问你 然后医生对你态度特别好 但是在中国大陆这边 有些医生我真的不想去说大戒 你明明你从我老百姓史上 拿到很多钱 你累你肯定累啊 如果一年呢 让我能挣像你一样 能挣几百几十万 我也想累 对吧 你干的就是这份工作 但是 他给我们的感觉 我就是看不起你 我就是看病看多了 我不想搭理你 那瞬间你作为一个病人 作为病人的家属 他本来就沉寂在 沉痛之中 因为我们每个人不是有钱人 我们都是普通人 当你得了一场重病之后 你想想你的家庭会 会陷入无止境的死责 跟压力之中 但是他们就 我觉得他们其实在中国大陆 这个医院更多的是 像是卖房子的 更多是商人 你的生死 不是有我决定的 是你的钱决定的 我能不能给你做更好 也是钱决定的 你说有多少人 在他大学毕业的时候 在他研究生毕业的时候 在他学业生涯毕业的时候 对着他的医德去监视 但是也有几个人 能向台湾做得这么好 但是如果我聊这个 下边那些人肯定说 你这么黑大陆 但是我还是想说 有机会你来这体验一下吧 所以今天我就想表达目的 就是虽然我妈病重了很多 但是我回来她很开心 然后其次就是 感谢台湾人的善良 如果有一天 台湾允许我们中国大陆的人 去那儿看病的话 我会义无反顾的 带着我的妈妈 会去台湾那儿看病 最后一点点还是 希望台湾的医院 台湾的医生 台湾人 继续保持你的善良 不要被他们污染了 感谢你们